白金黑三色搭配 充滿高雅實感 這是新宇航空PO出的 飛機塗裝飾影片 機身清楚寫著英文名 STARLOCKS 但現在卻驚爆 新宇這兩個字 走就被其他業者搶先註冊 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對我父親的一個尊敬 那我們希望這架航空公司 總有一天我們也可以 讓它飛向宇宙 新宇航空確實是由 張國偉親自取名 一面是向父親張榮發 仰望星空航行的態度致敬 一面是希望公司能飛向宇宙 無限擴展 張國偉老早就大張旗鼓 宣告要成立新宇航空 我就是鴨子花水慢慢的這樣 那今年我是希望說 今年還是把公司弄起來 雖然張國偉早在2016年11月 就大動作宣告要以新宇航空 再出發 但沒想到同年12月 台中一家旅行社 竟搶先註冊新宇二字 而且還將燒標使用權 落在觀光旅遊運輸服務 以及金廠內貴賓室 頗有卡位之意 而星宇投資直到今年5月 申請註冊商標時 才發現大事不妙 由於時間點太過巧合 星宇航空更急忙 向智慧財產局提出 商標意義程序 原則上不允許在同一個行業 有兩個相同的商標 後面這個註冊人不能被註冊 也就是說他不能再用這兩個字 來侵止在這個行業上面 也就是說張國偉想以新宇二字 闖蕩旅遊航空業 恐怕得先花大把銀子 買下早已被註冊的商標 這也讓王子復仇記 還沒正式展開 就先受到重大挫折 第九回憶全臺報導